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他有一个事名 当然了他的事名很多时候就来住俄罗斯普京 喂 肥仔因 你搞一下事才行 不要等日本等韩国等美国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我那里 接着中共我相信也会有些要求给金正恩 喂 现在台海那么紧张 这些人经常在台湾搞事 你跟我搞定他 你自己要来 接着他们就寻求六方会谈 接着就要找我谈的 你发几架飞弹 几架飞机 那我呢 他们就要求会谈 会谈 就要找我 找我呢 因为我是你大哥 接着我就跟他讲条件 这样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包括俄罗斯也是 你只要声动激势 是不是可以 北韩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一共发射了80支导弹 虽然全部都是靠客 但是今天四个小时里面 出动了180架军机在多处展开行动 南韩军方紧急出动包括F-35A的隐形战机 在内的80几架战机升空对应 就是说你来了 180架军机 那我找回80架隐形战机F-35A 去不上去升空 大家晒一下马 事实上你说真敢打 现在美国和韩国 即是说拜登加上韩石穴 他两个已经公开讲了 只要你肥仔欣动用核武的话 那今世皇朝就不复存在了 即是我给你搞搞阵 但是你不要过线就是动用核武 其实讲这些就是叫别人继续搞你了 是不是 特朗普的做法真的很不同 特朗普就说只要你动手我就打你 这条就是我的红线 你们的红线就是等到 只要你不动用核武 我不会堆垮你金正恩的 那你说我打不打 我搞不搞你 原来搞你是没事的 你说会不会有第六次的核事 我们不清楚 但是现在的牌面就是这样 这些就是所谓的拜登的政策 拜登在整个国际形势里面 他是没有做过一样对的东西 这个就是民主党自下的美国 因为你美国势弱 为什么金正恩有可恥 你看你中东撤兵搞到屁股 你看看现在有谁尊重你 只要跟你有多少不对的 包括沙地亚拉伯 给你面识你看亲中共 那你怎样 鬼来瑞拉不了你 到今时今日 你见到巴西变天 连真真正正支持美国的 虽然他不妥你拜登 你都应该为他站台 结果无 反而为罗拉第一时间 说他只要胜选 一定是没有选举舞弊 去到德国去到英国 根本上你看到 美国除了出丑是什么都没有 至于对台湾对香港 香港所谓的制裁令 究竟有几大打击 你只是看到美国的基金佬 不停地走来 今天股市升一千你就知道 那对于台湾 你无非就是不停地去 卖武器给他 帮助他走出世界 但是这些不单是你 最重要就是台湾自己本身的 产业链够强 那你说封锁晶片 是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拜登所做 这个是美国的国策来的 是官僚体系和参众两院 他们定出来 其实跟拜登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世界是需要一个强硬的领导者 以前有特朗普 现在习近平会不会 现在习近平最主要的就是 把阿非拉国家全线拉在自己那里 那究竟有多少钱可以花 又有多少人可以用 但是你看到德国法国 开始又陆续转向 都是人民币香的时候 这些就很难说 至于金正恩 即是等于放狗咬人 普京叫你去 而在这里 也都 我不觉得习近平没有参与 他都叫你去 为什么 因为你开门口 放你出来 分散出注意力 这样自己的压力 何乐而不为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 订阅 科金 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比赛 大肥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